第十二章 希律王殺雅各,籌彼得 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 他見猶太人喜歡這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時,正是隨敲的日子 希律拿了彼得修在監裏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個人 義師要在如月節後 把他提出來 當著百姓辦他 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 教會卻為他切切的討告上帝 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 彼得被兩條鐵鏈鎖著 睡在兩個兵丁當中 看守的人也在門外看守 天使救彼得出監裏 忽然,有主的一個使者 站在旁邊 屋裡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勒旁 拍醒了他 說,快快起來 那鐵鏈就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天使對他說 束上帶子 穿上鞋 他就那樣作 天使又說 披上外衣跟著我來 彼得就出來跟著他 不知天使所作是真的 只當見了異象 過了第一層 第二層監牢 就來到臨街的鐵門 那門自己開了 他們出來走過一條街 天使便離開他去了 彼得醒悟過來 說,我現在真知道 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脫離希律的手 和猶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述說主 怎樣令他出監 想了一想 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 他母親瑪利亞家去 在那裡 有好詩人聚集討告 彼得敲外門 有一個使女 命叫羅大 出來探聽 聽得是彼得的聲音 就歡喜的 故不得開門 跑進去告訴眾人說 彼得站在門外 他們說 你是瘋了 是女極力的說 真是他 他們說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的敲門 他們開了門 看見他 就甚驚奇 彼得擺手 不要他們作聲 就告訴他們 主怎樣令他出監 又說 你們把這事告訴雅各 和眾弟兄 於是 出去往別處去了 到了天亮 兵丁擾亂得狠 不知道彼得往哪裏去了 希律找他 找不著 就審問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們拉去殺了 后來 希律離開猶太 下該撒利亞去 住在哪裏 希律受罰 被蟲咬死 希律怒怒 推羅西頓的人 他們那一大地方 是從王的地土得良 因此 就託了王的內侍神 白拉斯都的情 一心來求和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朝服 坐在位上 對他們講論一番 百姓哭著說 這是神的聲音 不是人的聲音 希律不歸榮耀給上帝 所以 主的使者立刻佛他 他被蟲咬 氣就絕了 上帝的道日見興旺 越法廣傳 巴拿巴和蘇羅 扮完了他們 供給的事 就從耶路撒冷回來 帶著稱呼 馬可的約翰同去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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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敬